这次芝麻胡同 就是您在拿到这本子的时候 想过毛乐吗 真的想过 真想过呀 真想过 因为那个角色吧 就是刚才跟他说的 唯一的有一点出入的事 我就逼得要找他了 因为那个角色呢 就是老北京 然后呢 这么一个很有 说白了就是精味很浓 又很有才华 然后这个人是 还有点顽固 有点顽固 有点没正经的 完了以后 我们叫少爷披萨 就是少爷 他生活当中有这个东西 对 后来我看完了以后 那么爱玩 他一旦做事 一旦把事认真要做了 就不是他了 但是他玩的时候 那你是拦住拦不住的 当时就闪现了就是他 闪现了就是他 但是一一我是知道他 这么多年已经离开这圈了 在家 然后就在这会儿 实际上他的经纪人找来了 他这可能是不太了解 经纪人找来 找来以后我就借了机会 我说我真想过毛布 我说但是他现在身体行吗 他经纪人已经说了说行 我说腰怎么样 恢复了吗 我说恢复了 然后我就憋着腰 给他打电话了 但是这会儿 他电话早一步来了 所以 本来你就想给他打了 对对 本来想给他打 所以他是我们那个戏里 我们那戏只有三个人 是我亲自对接的 对 真的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好了 嘉诚导演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起码是在我最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的人 我不知道刚才导演前面说的那些事我不知道 但在我我觉得就是这样 那么多年没跟他联系 然后一联系二话没说 然后 反正在我心里就是这么重要 他是对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的人 而且还这么若无其事的 他是一他有这个条件 对对 有这个基础 我觉得毛乐是早晚是 就是他应该早就应该能出来 对 我觉得他有这个 这个非常这个成功的一个基础 这是第一 第二呢就是 还有一个我就深深地能够理解 他那个卧床这些年的这种 这种痛苦 刚才那个王导演也都讲了 我特别理解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 没有他这么长 我曾有一次 我第一次做完导演 就倒了第一部戏之后 我失业了一年零八个月 你看我连零八个月都记得住 一年多呢 对你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就是找 想找所有的朋友 哪里去聊聊天 有时候都没机会了 就是后来我一个好朋友 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帮我 就是我一有难受的时候 实在不行 我就找他去倾诉 他就能够倾听 我就到今天都不忘 对他感谢他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这个人 尤其你在做我们这行 就是你闲不住的 你突然间 倒没人找你了 因为我做完导演之后呢 原来人都知道 你是做 著名的武术指导 后来你做了导演以后 人觉得请不动你了 但是你作为一个导演来说呢 很多资方有还不认为 对 对吧 你第一部戏 而且你第一部戏还没播 就压了一年才播 播完以后 再有一个消化跟认识的过程 整整 一年零八个 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我特别 到毛乐这儿 我就特别能理解 他都不用跟我多说 他自己的那种煎熬 那种挣扎 那种坚持 在放弃和坚持的 这个边缘当中 如何 他不用多说 所以说 经纪人那儿给我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消息 说他腰好了 所以你要感谢你那经纪人 他给了这个 导演一个信息 对 所以当时 因为我也特别忙 我们俩后来也 中间上他在腰受伤的时候 我们还见了一次 我还请他吃了一次饭 他又请我吃 是吧 后来我说 必须我请你吃一次饭 但是更多的 因为大家因为都在忙 对 就没有这个机会去多帮他 所以作为我们心里边 也有一种内疚 那么有这么一个机会了 说他伤好了 所以我就刚才说 我只对接了 第一个我找的何彬 是我找的 刘培是我亲自打电话找的 剩下就是他 其他都是跟副导演对接 然后再到我这儿 再跟公司商量 谢谢